我们发现身边有许多令我们感到困扰的问题 例如资源回收厂、大白长楼 常常到了上课都到不完 学校太热希望可以中冷气 学生不能用电梯、书包太重等等 我们决定从以上问题中选出一个多少解决 经过一次次的讨论 我们决定解决资源回收厂、大白长楼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被解决 我们希望大家到资源回收厂、到垃圾回收都不需要排队 我们希望要透过宣导的方式 让大家都学会资源回收的分类方式 请注意事项 让大家在教室事先把垃圾及资源回收分类好 我们先访谈在资源回收厂打扫的六年三班同学及环教组长 了解目前学校实施资源回收的现况及困难 发现主要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确实分类好 因此我们希望针对这个部分进行改善 也获得环教组长的支持 接着我们制作宣导的海报 帐贴在资源回收厂让同学可以了解并检查自己的垃圾及回收物品是否分类正确 此外我们设计了状况 并进行了很多次的排练 在108年5月3日的儿童招会上进行宣导 让四到六年级的老师及同学更了解资源回收的分类方式及注意事项 并于108年5月13日打扫时间 开始在资源回收厂设立检查区 来分散资源回收厂的排队人潮 安排两位同学进行检查 但发现会有人避开检查区跑进去 排队的队伍还是很长 因此我们将检查区的人员改为四位 并将其他出入口封住 但是排队的人潮还是没有减少 同学也不清楚要找谁检查 最后我们调整回收的动线 更改回收厂放置的位置 检查人员穿上背心 并安排机动人员协助同学分类及提醒 发现这样的改变 真的让回收厂的排队人潮减少了许多 108年6月5日我们在土城国小的演艺厅参加 支优班举办的成果发表会 在成果发表会上说明垃圾炸弹客的计划 实施过程及成果 参加这场成果发表会的贵宾及来宾有 校长、主任、家长、支优班全体同学 以及部分班级的老师及同学 非常盛大 报告完毕后我们有访问了参与同学的感想及回馈 我觉得你们那个垃圾炸弹客很有趣 然后也让我更了解垃圾的分类 我觉得你们的报告很有趣而且简单易懂 让我学会的什么分类是没有回收的 我们也在Facebook上发表文章并发布出去 透过这次的行动让更多同学了解垃圾及回收的分类方式 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也很有成就感